经过一番熬战,2021中国好声音已经诞生出了11强,四大战队可以说是平分秋色,每个战队都有实力派学员闯进晋级赛,赛制残酷淘汰了一大批学员,在这里就不再累数,先来看一下每个战队晋级的学员名单。 首先是李克勤战队,分别是五颗药和赫三,早前实力比较强的时尚和小曾被淘汰,表面上看是很可惜,但是,中国好声音历来就是出乎意料,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了。 他的战队总共有四名学员闯进11强,也是四大战队中最多学员的一队,由此可见,汪峰战队的实力相当强,气势上大有夺冠的意思。 然后是廖昌勇战队,他作为好声音心境导师,对这档节目的玩法还需要适应。 有两位学员晋级,分别是张露鑫和陈文飞,这两位学员也是历经几场PK赛才留下的学员,可能说是身经百战,实力不容小觑。 最后一组是李荣浩战队,有三位学员晋级,王静文,任魅爽,于紫辈和王洪浩,最终总冠军将要花落谁家,现在说还为时过早。 当李克勤点评完学员的时候,镜头马上给到了汪峰,此时的汪峰面无表情,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无人知道,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不太舒服。 因为之前他很看重一家这位说唱rapper,他很希望这位学员能够晋级走得更远一点。 接下来马上开启八强争霸赛,11个人当中又会有三人被淘汰出局,后面的比赛会更加精彩,也会有更多好听的音乐奉献给广大观众朋友们。 你觉得这些人当中,有哪三位最有可能被淘汰吗?欢迎大家讨论,并在评论区留言。